靖默叶子 字幕《非诚勿参说》 亲爱的天父 用这个商业饶子 主要喜丘 圣灵山的圣灵 今天在你分辨为圣的日子里 你召集我们的心 一通来到你的面前 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 献上我们的赞美 我们每分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都是带着我们所谓的缺乏来到你的面前 当你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 你总是赖着我们的缺乏 将你供用的恩典 务必吩咐的恩典来满足我们 供应我们 主要你的恩典真是够我们用的 主要是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是按照我们的本校 来到你的面前来养我们 来救济你 阿们 你也能按照我们的本校 按照我们的光景 务必吩咐我们 务必吩咐我们 一切代替 我们的生活就是一种得胜的生活 就是荣耀你名的生活 不是我们能荣耀你名 而是你 亲自见到我们 荣耀你自己的名 主啊 愿你把现在的世界分别为圣 分一秒秒 你都分别为圣 愿你赐福你的话 赐福我们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来 愿你见你的话带到能力 尽让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深处 来见你的话来拯救我们 来圣化我们 来圣化我们 说明更加向你 主啊 愿你见到你的话带领我们不断地向你会员 不断地拖救欢喜 主啊 谢谢你的恩典 主啊 你见到你的话创造了万一 你见到你的话说明得到了充神 你要你见到你的话说明成神 主啊 你见到圣经告诉我们少年人有什么吗 来见到你的行为呢 就是要听你的话 要见到你的话 主啊 愿你见到你的话来招救我们 主啊 向你家里就求你将你保卫的话赐给我们 说明都能够 见到你的话 能够得生 说明的生命得到威严 得到宝座 谢谢你的恩典 不配地打扰奋斗命求 阿们 阿们 今天我们 刚才我们读了好多的警卫 那今天我给弟兄姊妹分享的题目呢 是终架的 我信的是救人 终架的恩典 这样 以分三个方法来讲 第一是拜拜的恩典 第二是恩典的代价 第三是恩典的回应 稍微地改了一下 意思是一样 意思是一样的稍微地变了一下 都是恩典 啊 我们今天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是终架的恩典 就是终架的救命是一个意思 嗯 嗯 嗯 我们 我们首先 首先 我们 讲第一个方面 思考第一个方面 白白的恩典 刚才我们读的圣经 嗯 嗯 宣照的时候 我们读的大恩典 说得出圣经 就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还有十七节 那里说 身 爱受 圣经的讲法 都是我们支持你它吗 啊 首先讲神的心意告诉我们 这里首先讲神的心意告诉我们 神爱是 每一个人都是他爱的对象 下面是爱的行动 神爱到什么程度呢 爱总是用行动来表示出来吧 神爱是人 从哪里看到神的爱呢 神的爱是怎样的爱呢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 这个赐给不像一般的礼物 这个礼物送给你了 你拿回一切就是你的了 啊 神也告诉他 神爱他也都 Athens材给你 神让你加上他的独生爱 神也在这次里面,神与他上面都学大人,拯救了你,神的账牌都审自赐给他们,神的代价是非常称重的,是无必称重的,不是非常称重的 这么大的价,肯定有大的效果,有大的结果 什么结果呢?解决了两年大事,上帝爱你,上帝爱我,上帝爱死你 他有爱的行动,什么行动呢?有爱的代价,来到一个地步付什么代价,牺牲了才读生爱死 做了这么大的牺牲,他肯定不能再牺牲了,牺牲有目的了 是为了他为了最后的那个牺牲的效果 牺牲的效果是为了男神,他的效果是什么呢? 他讲的都是男的次人,就要一起接受这些男的礼物的人,怎么样呢?解决了两年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不止灭亡 不止灭亡,并不是我们人想的就是入神的死亡这么简单 神下讲的灭亡是永远的灭亡 是永远的神态 永远的罪的刑犯,那是地狱之火 解决了这样一件事情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你想象不出没有什么 你还能有什么比这件事情更大的 更重要的 恐怕除了上帝之外,也没有人能够解决这件事情 没有人能够解决这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啊,改变了你的将来 永远的将来 改变了什么呢?从父母来讲 不止灭亡 将来引着生而的死,免去了将来的分别 免去了将来的生态 接着生儿子的血,与生喊喊 免去了生的分别 谁是恨无罪与恶的 我们种人赌贩的罪,都在生的分别之下 但是接着生儿子的死,免去了一切的罪 所以免去了同学,免去了上帝分别 既然免去了罪,也就免去了罪的生态 这是任何人都解决不了这件大事 所以除了他之外,便无拯救啊 你想另外一种方法解决这件事情 那一种当中没有第二个方法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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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压的两个方表 一件事的两个方表 不知免亡 不知免亡了,另一个方表是什么? 发现的用神 不死了就是活着 永远不死就是永远活着 这不是一个事的两个方表吗? 那不知免亡 但是这里不知免亡 是指地狱 是永远的免亡 永远的罪的刑法讲的 那永生也 永生也不是说我永远活着不死 这么简单 你永远不死 事也都是在世里往哪里搁放呢? 你永远活着天地都要飞去 往哪里面呢? 你永远活着世界都要飞去 天地生涯天地都要灭没 我们知道 这个永生生意 这是它拨过了永生的盼望 就是永远地天涯 永远地就天堂吧 心天心地 包括主要是基督陷害的时候 所带来给我们的爱 这是刚才我们读的审论 给弟兄姊妹讲过 上帝是一种万物的创造者 那 真的渔路当中啊 就两样存在 这两样存在 一是造物主 一是收造物 没有第三样存在 那 那 收造物是多的 叫万有啊 那都是多的 一种万有嘛 一种万有全是创造的 但是造物主 只有一位 没有第二位 一样存在 神是造物主 那么人呢 当初如说 上帝不创造的话 渔路当中什么东西都没有 这些东西怎么有呢 神创造了 为什么创造,他愿意创造 他天上在地上,只有他随机也行造万事 他是教对的真意 当然他做事都是有缘语的 但是他做事都是有目的的 是任何人做事都有目的 谁做事没目的 神造一种万有这么大的工程没目的 好像神造了一种万有 好像神并不需要这些东西 神也不需要养活 神也不需要空气 神也不需要物杂量 但是他创造了 没有的东西,用不上的东西,你造这个干嘛 后来我们看到神没有照着灰笔箱造人 这些东西神一样都不需要 结果然人类那样都少不了 都需要 没有一样是断越的 看来人类是神创造的特性 在神的创造当中 人类是神创造的中心 人类呢,从肉身来说 它是受到我的意愿 神田园是用地下的沉托造成的 本来就没什么了不起 出生也不高贵 别的动物也是用脱造的 人也是用脱造的 从小肉之躯来讲 和别的动物啊 就是小肉之躯 没什么了不起 但是人 人高贵高贵哪来的 高贵是用从生来的力 高贵高贵哪来的呢 是照着上级的心上造的 这就是 这个创造就是 付业了和神的一个大切的关系 上帝和神不一样 人是符合性的方方面的 是符合性的 就像什么符合性啊? 身体是身体,灵徽是灵徽,名誉是名誉 批曲是批曲 说话是说的话,想话是想话 说的话是说的话 他的话和他本意是两个意思 他的名字和本意是两个意思 批曲和本意是两个意思 但是批误主和批误主和批误主 他完全是没有任何的相同之处 批误主是批误主 批误主是批误主 没有任何的可比性相同之处 批误主是单纯性的 那一方面都代表他的自己 他的话语代表他的自己 他的灵就是他的自己 他的名字就代表他自己 他的面是他的自己 他的神价是他自己 他的话语代表他自己 他的形象代表他自己 你求过他的名 信号他的名和信号他的自己 没什么区别 神是审人 神是审人 你听他的话 你听他的话 听从他就是一回事 他的 他的 上帝不是有灵性 上帝不是有灵性的问题 他本身 他不仅是有灵性 他本身就是 所以 这就是说 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不简单 你不能想象到 人 他本身的形象 他是不一回事 那关系不一样 神的形象 他就是神的自己 啊 基督是神的形象 基督就是神啊 基督是神的形象 那么为什么 为什么 基督是神就说 神就完了 为什么还说基督是神的形象呢 我告诉你 上帝是灵是看不见的 没有人看见神 只有佛会里 对神的形象的表明 耶稣人看了 你看了佛 那 基督是神造成人物神 所以人 除非通过基督才能认识神 除非通过 你不通过耶稣基督 你不可能证明人是神 你今天还不通过耶稣 你也不可能和神有正常的关系 所以基督是神的形象 神的形象和神的自己能分开吗 你的形象和你的自己能分不开 那基督要说是谁 对人为最大的歧视 最完全的歧视 最清楚的歧视 除它之外变得歧视 所有的歧视都是在基督要所的歧视的 所以基督是神的形象 人呢 你是招着神的形象造的 但是 你只是招着神的形象造 你再想基督 但是你也不是神 你在书里也不是神 人就是人 你千万要千万 整 Est Chris 人是一种特别的创造 一种当中,人脸肉起来说,不过是成脱脏的,没什么了不起 但另一方面的,他无比的高估计 他的高估计,他有一种特权,就是任何的受到物都没有那种付费 天使也没有这样的付费,什么付费啊,有神的形象 和神有这么一种特别的关系 他虽然是完全是卑微的,是成脱造成的,没有什么了不起 但是,他同时有神的形象 有神的灵在他心里,恩在他里面 神是灵,人里面有聪生的灵 这就决定了人,他不定的一般的导致着 他是高估万物的 是被告了之后,属神说他来管理万物的 那么,官的万物好像是什么呢? 神把万物的交给人来管理,这强调的是一种责任 这是一种责任 实际上,你刚才讲的,神不需要的东西就是人需要 实际上就是人享受 人享受呢,但是神后来没说 这是你的底下情绪充满的水眼花 你只是个管家 你只是个管家 水眼花咱们你要知道,我们在实际上不会是个管家 你应该想到的不是吃吃喝喝 不是享受,不是发财支付 不是怎么让友谊支付 而是想到的责任 你怎么享受都可以 但是你今天不应该为了享受活着 你在实际上应该想到的是,你在躲住面前的责任 你说,为什么这些东西上帝不需要 人需要,人来管理这个世界 为什么不说是给人的财富呢? 产业呢? 没这么说 因为人的时间,活着三天,几天的这么短暂 人的时间就可能 那将来,将来就不叫 将来,那就要永远的家乡 将来,你今天得了永生 将来神应许,那叫和基督一同承受万有为基啊 现在,现在你说这是我的,那是我的傻 但你吃饭的时候,为什么得感谢神啊? 这说明你吃个饭,你知道不是你的,这是神的 你说我,我自己转钱买了来的 你转钱买了来,你不该感谢神啊,你感谢自己又行了 你为什么感谢神啊? 所以今天,我们在神里上需要 我一个人认识神的人生,他应该是这么甘虑的人生 神中有责任的人生 神当中找人一看的是有目的的 这么大事没目的吗? 这个一个人不认识神啊,他又找不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为什么呢? 因为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不是自己服役自己的 谁服役的?谁造他谁服役的? 人生的价值,他的用处是谁给他的?谁造的?为什么造他? 人造的东西,他的价值是什么呢? 他起的作用啊? 如果不起的作用呢,还有价值吗? 这个转的的价值,他如果不能当转的用呢? 那不是转哪里接了吗? 那么一个人不认识神,他找不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不知道为什么,花着 看了吗? 一个人当中啊,就是人最重要 人呀,什么都不如活着中药,不如命中药 那么为什么活着呢? 不知道为什么活着? 想了想,为着发财嘛,不是 发财不是种经末节 发财是什么呀? 发财还是相熟啊 为着神啊,生儿不是种经末节 想一想,就是为着干得好一点 干得好一点,吃得好喝得好,想一想 真正用了自己身上又是吃 别的都是身外 都吃穿这个是职业了当的,别的都远了 你身外只要那个在银行里 你不花这个东西,被存着没有 你花的时候发生,真用了自己身上就是吃穿 以食主行就是真用了自己身上 想了想了 民以守一天嘛,吃最大 叫,想了想,人为什么活着 想了想是为了吃 想为什么要吃,你吃也是为了活着 那让人有活着 今晚就反正是,也吃不饿气的,也活不成了 人的一辈子都是没了肉体 这些肉体口气不赖,白活了。 好了,当初神创造人类,神创造万有。 当初神创造了人类,祂将万有来交流运运关联,强调咱们,实际上人可以享受神的创造。 你以前所学的神都预备好。神为什么第六天造人,也不第一天造人。 我们看到前面人所需要的神都造的,就像一个妇女生产了,小孩小熊的一切都预备好了,小年不小年老的。 别人都说,你怎么做这么点小年不小年老的。 他不是给他自己做的。生了小孩的,哦,早就预备好了。 我们看到人没有创造之前,人所需要的神都预备好了。 看到人是在神的无比的重视和观念这种背道的。 但是呢,当然一背起了他神的的冤构,就是上帝。 背起了他的造众,背起了他神的的冤构。 人与神与的身影隔绝了。 上帝是你,上帝是神价上帝的公义。 人和神价隔绝,不但和神价隔绝了。 和你和神价和公义隔绝了,和神价隔绝了,和公义隔绝了还剩下吗? 和公义隔绝了,和公义吗? 那不公义了,和神价伤了,和神价隔绝了,和神价隔绝了。 神价隔绝了,和神价要处理。 人犯了罪,神价的肯定不能严,看着你这样啊,神价要处理。 人犯了罪了,一个是神要使人要正宗罪。 一个方案呢,你不会有一个公义的生态。 这样呢,罪的官司是第一个,是合身国家,第二个是死的官方队长之路。 这是犯罪是用死的状态。 对罪没反应,对罪没敏感,对罪无所保卫,是死的罪。 第三个概念就是讲了罪的生态,那是第二次的死,永远都被生起床。 这是人为的讲究,人为的光景。 人为有这种光景。 这样呢,神把什么人交给人也管理,网友交给人也管理,你怎么享受,怎么死,但是人死了,这些东西都没意义了。 人也死的,人也死了,什么都没意义。 你死了,你的侵犯者,你的财富还有意义吗?都没意义。 这样,神造网友不是没意义的,是有意义的。 神造人也是有目的的,但是他起不到他的作用,打不到神,不照着神的职业活着。 神造网友,他就活在了血红之下。 这样呢,网友都变得没有意义了。 那么,人死的这种,那么上帝创造就这样了结了吗? 那么,圣经还要。 那么,当初,一种当中说,除了造网友,是受到我。 对于认为你没什么了不起,但是神的恩怨,神高决,你照着自己的信仰造,神给你这么大的他权。 有死。神把网友来交给人来管理。 这是责任。你不负责任,那么你牵着享受这些不负责任。 是忘记了责任。忘记了责任,就失去了你的人生价值了。 我们看到圣经什么,让你管理外,管理是牵着责任。 你死享受,但是没牵着享受。 但是不是不让你享受,就是给你让你享受。 但是当你牵着享受忘记责任的时候,你又失去了你的人生价值。 忘记了造网友,对你创造的心意。 那你就失去了你的价值。 那这就成了虚空了。 这样呢,人一死了,万有都是虚空。 一回去不来,什么都不是虚空。 那神中的罪灵怎么办呢? 神中的罪灵啊,这一次不是给你万有。 是给你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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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亚当里,万有来说,对人来说是世界。 现在呢, 一种当中,错了世界就是上帝。 错了受造主,也是造网主。 在亚当里,他是成熟世界。 他是来管理这个,来享受世界。 当你死的最多,什么享受都是空的。 转眼关系。 别人用上来,他算了。 现在你得救,你经历神怎么成熟世界。 神经历不是给你万有了,神是给你造网主。 谁啊,谁按谁。 他给你这件礼物,不简单了不起什么, 叫他独生奶子赐给他。 独生子,说明没有第二个。 独生子,说明他是成熟产业的。 你已经看,神把独生子赐给你了,你已经要讲述了。 一条带嫉妒人。 他是包括一条。 和牛派网,和牛派网,和牛依靠。 拥有万有,观灵万有,神派万有,万有之主。 多大的灵魂啊,多大的灵魂。这是神,内灵。 不要不知道何的。 保网一认识基督,为什么丢弃万事看到凤头啊? 把右翼的都看到凤头。 因为他认识了基督。 希望今天,如果他们有没有认识基督的,希望你能认识基督。 这是神给你耐的灵魂。 你经常放着基督,不要吃什么啊,喝什么啊。 入去眼前的人的事,感觉是不认识神。 今天神拜拜的灵魂啊,是大的灵魂。 有场诗说,有一件灵魂,你受到没。 眼影看不到,你心会知道。 输灵的灵魂。 这一件灵魂,心没有也等候。 是为了你准备,别人不能带走。 生命有限。 世光也会走。 如果你不珍惜,就会难灵魂。 灵魂虽然好,如果你不要,你怎么能够得到。 神爱神。 加抬了多少年的次。 为什么? 因为说呢? 人是照着神样造的。 人朋友都不像神了。 但是基督是神的像。 你解除了基督,你今天就,就会隐着祂,恢复和神的正常关系。 什么是神的形象? 我们不管神的像怎么讲的。 我们只看圣经。 保罗说,我们也信了住个神造的人。 这个神造的人是照着神造的。 神的形象是什么样的呢? 有真理的人欲和神经。 人欲特点,一个是有理性,一个是有感情,一个是有意志。 真理和理性有关。 人欲和感情有关。 神经和意志有关。 你的主动,神的,真理就代表神以前的话语吧。 包括神以前的命令,神以前的话语。 人也包括了神的爱,神的怜悯,神的良善。 神经,神恨无罪恶,几下,恨无虚假,等等等等。 当初,我刚才说的。 你是照着神样造的人意的价值就是这个。 人高贵又高贵。 当你失落了,失落真理的时候,当你背弃真理的时候,神的信仰不失落吗? 不然背弃了人业的时候不失了吗? 背弃了圣家的人不失了吗? 失了圣的形象 为什么圣家读圣的词为他们? 叫你赢他打救 你有打救的需要? 为什么需要? 人打死了圣的形象,有死了人生的价值 结果人背弃了生命的缘统 对一个工业的神,他就是死 这才需要拯救啊 那么神创造人,这么大的往生导致什么目的? 我想创造万有我们的美食要说 创造人呀,至少有四个有四个目的吧 第一,你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就是让你活出神的形象来 神太满意了 你照着神的形象造,神的目的就是让你活出神的真理 活出神的神经,活出神的形象来 活出神的形象来就为了荣耀神 第二点 第二点 为什么八十年这一段圆里还给他分面上个树立国的实验室 因为神还有抽屉 抽屉是啥的? 他希望被造的人呀 当他有队里面的时候,他希望人呀 站到上帝一边 站到上帝的立场上 和他一同来对付抽屉 而不是 神糟了,让你站到抽屉边来背叛上帝 这是第二个 第三 神神他总是有爱的对象嘛 他没有爱的对象,他那是谁呀 那么人的背叛就是为了让人享受神的恩典 第四个方面 神创造了万有第四个方面 让人来管理万有 享受万有,管理万有 实际上就是成熟万有 成熟万有,人死的最终这些都没意思了 神又不吃你的,不喝你的,不是你来享受吗 好了 这是 但是 当人一死的最终,当人一死的最终 第一个,人死的最终了,不荣耀神了 背弃了真理了,背弃了良善了半子,背弃了圣经了 不想神,不荣耀神 人犯罪还弄耀神吗?人行神都要弄耀神啊 第二,神说分别上书的管的人不能成熟万有说 常常最好了 他不听神的,听魔鬼的,这等于怎么呢 这等于站到抽屉的一边 当你和抽屉弄到一会儿的时候 你本来是神所爱的 那么你不成为抽屉了吗? 所以我们,神要说明过去做抽屉的 自从躲了之后,人就 那第三点,本来神的恩怨 让你享受神的恩怨,你成了抽屉 那和神的关系,那就在神的愤怒之下 所以罗马书第一章十八章说 原来神的愤怒,显明的一切不一人心上 第三呢,罗马书第三章说 没有一人连一个 都是偏离正规,同样一位 都是偏离正规,同样一位 所以神要说明过去做抽屉的时候 怎么样怎么样 因为从前女神各界 一个恶心心理和神为敌 这说明过去 从亚当,说非要上出的国子开始 这样呢,本来让人 第四点,人管理网友的监管呢 人死了罪中了 这个管理网友呢 好人管理越管越好 不是越管越好 本来神到底都是好的 能管理好了 人都成了罪人了 反对短短了 所以这个世界就不好了 管理它糊涂 越来越早 问题越来越多 谁都想解决好 解决不了 因为他不从梗上解决 那梗上不是说人能解决的问题 人的想生会变得行 好 那么刚才我们读的罗马书第五章吧 因性成义是罪的问题解决了 背弃了 神的形象的哪一切的亏欠 神荣耀的事都解决了 因性成义 主要说调命担当了 我们的罪 是我们的罪得到什么 因性成义 神愤怒的前提没有了 神愤怒的前提没有了 和神愤怒的愿意没有了 主要说调命担当了 第二件事情 原来不是车出笛了吗 现在是因着 啊 与神好好 因耶稣基督与神想和 第一个 神造人第一个是为了让人 行出活出神的样的荣耀神 活不出来了 想得因性成义解决问题 因性成义 主要说是神的象 得到基督了 你活不出主要的心了 想得得到基督 基督神的象 因性成义是得到基督了 基督神的象 你失望神的象了 想得 基督神的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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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的是该的对象 而家管性就成了本人的对象了 刚才说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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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躺在他身上 现在和神好好了 没上加了一天 一切都承认你 神要说凡事相应 如果不是凡事都承认你一点 让你承认 能让你承认吗 下半盘不承认你一点 这四年号让你凡事相应 你不管你怎么看的 全都是恩典 从他封闸的恩典都凡事 等凡事了还都没上加你 第四点 本来人 管理万额也好 享受万额也好 人死了都是虚空了 现在呢 并想欢欢喜喜盼望 讲了永远的家乡的荣耀 那一个盼望 这是白白的爱点 第二点 永远的代价 刚才说你们得救是悲欢 也有缘性 这病不是处于自己 而是身上刺的 也不是处于行为 免得容易自困 我们原始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 为了叫明星下就是身上有比叫明星的 最多两个就是 主要所来了 上帝被冒犯了 上帝绝对圣家愿 圣家恨过罪 绝对圣家愿 绝对恨罪 神恨过什么人又干了些什么事 谁都照着神的分别 现在神下的神找上门来了 你有法面对神吗 但你不用害怕 这一次找上门来 不是要定你的罪 神什么都给了你了 神恨中创造的什么都给你 你一看你干了这件事 上帝找上门来了 这一次不是要定你罪 而是什么呀 而是为了叫你一看大家 这个罪人能到神的面前吗 但是这一次来 他是带着匆匆慢慢的恩怨来的 这稍微的恩怨就是为我们稍微的罪 稍微的亏欠 稍微的失败 稍微的不好预备的 所以今天我们多少不好 我们今天能够到神的面前 不适应着自己有什么面子 有什么了不起 适应着耶稣基督的恩怨 恩着神的恩怨 我们这样的人能够 神不计较全都是你的恩怨 但是充充满的恩怨来了 哎呀那点好事 人就喜欢赚便宜啊 好事都穷一点 赚便宜啊 你看 有些教会 光教恩怨 那些恩怨都是世界的好处 肉体的好处 但是神经常不让你得的 不是不让你得 你经常得的 你经常求他的国和他的意 天国是你的 要做基督是你的 哪些东西不用求神 你们天父都知道 不要说 那时候我也帮人说求 我11次就说 你肉体说小的 你天父都知道 非量神都养活 就怕你求的不对 你求了神的贼 你看那个说了没了吗 他也不求手也不求福 他求到神的贼里去啊 他求到能够把神的祷福来赶好 神说 你既然不求福不求手 让你抹药以色列人 你求念着神的贼 抹药以色列人 按着神的智慧 抹药以色列人 你没求的我都给你 而且谁都不能和你相比 基督徒不求那些东西 真实白白来使用神 你还是因为他为你上的你 你经常爱神 那更是蒙福 你们得救 他心中也是为了得救 主要是为了你救你 主要是为了你救你 奔和恩 也有得行 所以我前一天 有一位张老大带着同工 来听了那道 他让我和他们同工谈谈 我聊一头的情况 我说我 不是刚听得到吗 他说 你来的陈子 你交流交流 怎么管理教会 你给江教会管理 我说我讲不了这个 他说你怎么讲不了 我说我还管理教会 我自己都管不了自己 我还管教会 我说你也别管 成天想着管教会 你也别想着管自己 你让神把你的管好了 你让人受神的管理 你带来的陈子 怎么都受神管理 这个教会让神一管理就好了 要不然你累死 我说神要不负责 你两口子还一样打了一回 你还管教会 那么些人 那么些人 什么屁事没有 你凭什么管人家 人家凭什么听你的 人家是挺神的 挺神的 你不让神管 你今天把神的话来告诉他 他听不听着他和神的事 你追了厚度 你又不听神的话 你又犯罪 你说他 他不信主了 你也管不着他 我说你啊 别往别处神 你今天追求你活出基督 你就是个小耶稣 别让你怎么看 你不用 他远怎么看 你保证你说的神的话 他听牛 听神的 他远听不远听 他没有拿到 你说你如果不会找人 他听不听 他是神灵在他心里做工 神灵不做工 你让他听 他听吗 神灵在他以后不做工 你不让他听 他听 你说 你能力不行 不神为 要说 那十二个民徒 还吹个犹大来 那么 那 那 听耶稣 那 那 听了 听起都小 我不要 你知道吗 有大的 正常给你的 听了 把耶稣的卖了 我给十二个人 我给十二个人 处一个魔鬼 比你挺大 那三一两千多人 你想 你想 都挺身的坏 别 哎呀 那 长生年纪会的还出了找活的人 出神的 人 耶稣 是个人还出了有大的 那 你说了什么 你管管的说什么 我说 你只要呢 你今天做负责人 你又不是来聚高灵下 你是服侍大家 用神的话 服侍大家 你要做人的帮呀 我说 现在 我说 我知道 你来了 你带同工来了 让我给他讲道理听 我说 你也同工才不缺道理 不过你也同工 你也总知道 我说 各地的教会都不缺道理 但是我要告诉你 教会的谎量就是道理害 为什么呢 信主真意的不是讲大道理 福音是好消息 好消息是不知道的 好消息是 讲史诗 讲好事的 所以就要做见证 传道 道是神 道不是灵 你讲道理 为他明白了 没有明白 你做见证是为他信不信 咱教会让人信 不是无脑头脑 不是学知识 这么讲 讲史诗 这和我宣文一大宣文一小 知识多知识 你做的是要的真实 我不希望一个人 连自己都没认识主的人到处讲耶稣 你多大的知识也不行 多大的知识也不行 我不希望 你今天一个没遇到主的人 什么要讲道 都是神 讲耶稣这个人 讲耶稣的人就得讲他的事 讲他的皮身 讲他是个什么人 你认识耶稣吗 不是你理解耶稣吗 是你认识耶稣 这个人你还打交道 你今天解放个人 不是明白的问题 我给你解放个人 你两个以后要搞好关系 打交道有什么事 你俩才是 我 我是介绍的 把你俩讲一下 你两个好好的 我们这个 这个信仰是和神神的 是一个人和神这种和的关系 你和主不见面 指着来到教会上听听 我说你能通过不缺道理 我说道理害了 他说你 你怎么说道理害了 我道理害了 我说道理害了 我就不 我现在讲道的 不知道讲的不对 听道的当然更不觉的听 他觉得他讲吗 你说你怎么说讲的 我说讲隐形成义 要隐形成义 只要信有白白的说 你怎么刚才就讲的 我刚才是讲的这个 你只要信 这就永不留情 这个大用神就永不灭 对不对 对 我们认罪的罪 只要算到罪 认罪 还不能不要了 就说明 对不对 对 你怎么说讲的不行 讲的道理 对呀 得就不用付任何的代价 什么都对 你付 你不用花任何的钱 不用付任何的代价 不花任何的钱 你只要信有白白的道理 对不对 肯定是对 道理对 但是你传福音 不能这么讲 你讲耶稣不能这么讲 为什么不能这么讲 你怎么说你信主 你得就不靠心了呀 你怎么说你得就不付代价 是 你不付代价 你不用花钱 你不用有什么样的行为 那个得就怎么来的 不是不需要行为 你那点行为不管用 别人也替你行 谁行呢 你没有行为 上帝能够为了救你 连太独身人都牺牲了 这是不是好行为 这个好行为多大 你为了救你邻居的孩子 把自己的孩子牺牲了 这不就好行为吗 你得讲阴影诚 你的邻居说 哎 他的孩子养死了 咱的孩子没死了 你看这好玩 你讲阴影诚 你讲成这样的皮球 你不付代价 上帝代价是多称重啊 我跟你说 如果你是邻居的 这是普通人啊 如果死为守纪的孩子 替你死了 你有法处理人生 如果皇帝 你知道我说的什么意思 现在 耶稣请你牺牲了 你不要 你不要老想他瘦了多少苦 你得把他看得平常 你收下这个为你死的是谁 你是谁 他是谁 今天 你今天得出不容易 为什么你不用付代价 人家给付代价 别人都给你付完了 所以你不用再付代价 这个不付代价是大大的恩怨 重加点一年 无比重加点一年 无比重加点一年 今天做见证 不是说 哎呀 新老主犯的没事 主都想着 而是想着主要随我欣赏 相信到上帝心中的主性美子 只要看到这个 是白白的诚意 不用你做什么 不存行为 是神说赐的 是赐的 怎能在哪里来的 你今天做见证 是看到了神的爱 看到了主的基神 看到了神的代价 而不是看到爱 咋想着心的犯罪 没事 哎呀 谁还不犯人罪啊 谁还能不要他的孩子了吧 谁还不知道他乱了嘛 改的改了嘛 你只要说话 你像个打救的人 如果你这样 我看到保障 孩子乱落水了 那么他同学也是小孩 把他救回来了 救回来了 有的是什么呢 领着孩子都两个 现在话不爽 还有一个是 我看还有几个诊 人家孩子死了 人家孩子死了 如果他 当然要说个感谢的话 请了别的走了 走了之后 你有什么事没了 他家里人 孩子为了救别人 就找他 你说他很痛苦 他说 你孩子是愿意啊 你不愿意的时候 能厌死了吗 今天你要信耶稣 信神人我脾气 你想个 就像个得救的人嘛 所以 基督徒讲了讲起 不讲行为 不讲行为 你现在信耶稣 能不讲行为吗 你不讲 既然蒙着 既然蒙着 行事为了既然蒙着 的领相成 能不讲行为吗 你要行事为了 对的一些 为了圣灵留下的主 主以我杀了他的人 我为主杀起了什么 真惭愧 没有为主化主来 是我两家的 主的爱 神把我基地 将全神奉献住手的 显化尽 分手发香气 指求的大多关系 这关系超市 今天这个左讲的和讲道的 小个不一样 讲道理已经成议 已经成议 道理对 道理对 今天我们学讲 要说 讲神的讲 讲神的爱 讲神的神 讲神的神 的心意 讲神的神的做法 讲今天你为什么 能够 能够坦然无惧 来到神的面前 你刚才说 他报学 洗我们一切的嘴 噢 洗我万种罪前 噢 今日呀 洗净我种罪呀 我看好多弟兄姊妹都流入一场 为什么流入一场 他 他小的都不是 咱的嘴 他给咱弄了咱没死了呢 不下敌人了好啊 他为什么流入 哎呀 对不起主啊 亏欠神 这一个神 给你带来了 一个无比的爱的动静 第三点 零点的回忆 我们一方们 洗净是白白的 他就是白白的 但圣阳说 人到我里来 耶稣说人到我里来 罗不爱我 圣我爱自己的父母亲的儿女等等等等 就不配做的问题 配就是一样 差不多的才想配啊 差距大了就不想配 你看神造的都很想配啊 你看两耳眼就挺想配啊 因为他都是眼 两耳朵想配啊 这么一个耳朵 这么一个高拍就不想配啊 那么 你给你几个对象 一个 一个 和天下一样 一个和丑八怪一样 你两个几个几个吧 你说你 他俩想配吗 你就给人家几个对象 现在你今天是 教会是基督的幸福 今天我们也是跟随基督 耶稣你到我里来 你得想配啊 怎么想配啊 上帝为你心上独身爱子 你为什么爱儿女关于爱神 主要说能够离开了天上的父亲 你为什么爱父母关于爱神 要是为你上面留下 你为什么那些贼的神灵 不愿被死掉被谁主 主为你善基 你为什么不能为主善基 今天你要配着这个萌兔 配着这个萌兔 今天要 要和耶稣学 和耶稣学 所以圣语上 我们看不明白 一会儿白白的城里 一会儿有的北十字架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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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路基督的 九人和主统领十字架 还有 啊 这个 和他一同守护 和他用点荣耀 啊 等等等等 但是守护 讲上来一句和他一同啊 他没有骗下来 实际上你基督徒经历困难的时候 你是经历困难 但是最重要的是圣语带着 他没有在意下的困难当中 我也 我也同时 啊 啊 和圣语阳说的 啊 我虽然行过 圣语留步 他没有让你自己要过来 那个黄沫感泉 我们都会唱 你是黄沫的感泉 你是九产的感泉 在我 骄傲的时刻里 总是在我的身边 神出一顶黑的双手 擦我伤心的眼睛 帮我走出茫茫旷野 极落迦南地 主啊 你也有多长 你也有多深 你是先进化为一 你明当在美 你是黄沫的感泉 你是九产的感泉 所以我苦难的时刻里 总是在我的身边 加点我忍耐的忍耐 赐给我坚定的信心 去走了 臭犯的隐喻 尽个安息 主啊 你也有多长 你也有多深 你是先进化为一 你明当在美 我非常喜欢唱这首唱诗 这首唱诗 他这个内容啊 是根据一位神的仆人 走完人生道路的时候 走完人生道路的时候 他到了一个门 从这个门收到的切法 他梦见他的一生呢 是两行交易 他回了头来看着两行交易 是很长很长的 很漫长的两行交易 这两行交易经过了很多 经过了干旱无非之地 经过了大可怕的狂野 经过了这个很危险的山山 外外去的山路 扬长小岛 还有充满了经济的 只有两行交易 一直到脚下 这时候他就说主啊 我这一生怎么会走出两个人的交易呢 主说孩子啊 你以为你自己过来的吗 他说我的人生 不认为我自己过来谁啊 谁和我一块过来 他说你看一下 另一行交易呢 不是你的交易啊 他说谁的交易 你看的是带钉横的交易 主说我总不骗下你 也不离开你 难道这话 你忘了吗 他回了头来看了看 另一行交易是主的交易 这两行交易 从来没离开他 一直被骗他 他那个啊 啊 我不是明天的道路 他是我最好的伴侣 是吧 他是我 啊 两脉嘛 啊 最好的两脉 活经过睡活之载 带救助逼我同载 他把我学办了 这时候他在梦中想 有段时间 他成为是骄傲的时刻 那个时候好像是亲友缘理烧板里 连朋友都反叛他了 连亲人都远离他了 好像那个时候亲人没有了 人都不理解 好像上帝也摸不上了 祷告也感觉不到有神了 天是同地地是天地 他就想 我这一生 全是神没有离开 但是我要看看那段时间上帝在哪里 主耶稣在哪里 结果在梦中很快找出那一段深夜的脚印来了 果然只有一行脚印 这时候 他说 怪物的那个时候 连主耶稣都离开了 他说 主啊 我这一生你从来没离开过 为什么当我最需要一的时候 人都远离我 为什么你也远离我 他说 主啊 主说 我什么时候远离我 他说 你看那里只有一行脚印 你的脚印在哪里 主说 孩子你再看看 那是你的脚印 那仍然是戴定黑的脚印 他看了那是主的脚印 他说 那我的脚印 他说 那段时间我并没有骗下你 而是把你背在世界上 抱着怀中 把你带出那一段 路程 好了 我们最后我们唱一下 黄沫感圈 我们一起唱 到一家说 嗯 嗯 嗯 一 这就一轻 都在我身上 在我身上 好的 做你的脚印 太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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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神租一天陪你双手 擦我伤心的眼 抱我照做两毛毛眼 借我一家来一 抱我照做两毛毛眼 借用了江南云 祝我爱你爱我上 祝我爱我上 祝我爱我上 祝我爱你爱我上 祝我爱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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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我爱我 明天放在你 与你的生光离开船 与你的生光离开船 在我口里时而易 与你的总是在我身边 叫我留在你 侧见你心心 全所从来的一位美丽 借我要安息 全所从来的一位美丽 借不了安息 祝我爱你爱多长 祝我爱多长 祝我爱多长 祝我爱你爱多长 祝我爱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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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